台九线瑞瑟五鹤山路段蜿蜒 又再度发生了大量货物掉落而影响交通的意外 今天上午8点多一部满载矿泉水的连接车 从台南新市准备送货到花莲的解安乡 途经台九线五鹤山三名路段弯道 一次货物没有绑好 上百箱的矿泉水就这样硬生的散落车道 现场是一片狼藉 索性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从车上掉落的矿泉水货物 占满了整个北上车道 由于该路段为五鹤山路弯道 交通视野盲点也使得过往车辆 显向缓升 玉利警分局是赶紧派员 到场维持交通安全 连接车好端端的载货送货 怎么会过了这个弯道就全都掉落在马路上 玉利警分局交通组长陈伟杰 也出不调查说明 并依法开单举发 在29日早上6点18分时 一部连接车车上载运矿泉水 由台东往花莲方向行驶 行驶至本辖台九县264.4公里处时 因车上货物未固定牢固 造成矿泉水掉落于路面 阻碍南辖车道 那本分局接货报案后 立即派遣警力加强疏导 并通知公务段协助轻运 而本分局也呼吁驾驶朋友 行进该路段时应减速慢行 出于安全 另外驾驶部分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依法举发 台九县瑞瑞五鹤山路蜿蜒 又再度发生了大量货物掉落 而影响交通的意外 今天上午8点 多一部满载矿泉水的连接车 从台南新市准备送货到花莲 吉安乡 途经台九县五鹤山三名路段弯道 一丝货物没有绑好 上百箱的矿泉水就这样散落 车道现场一片狼藉 索性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是玉兰玉理采访报道